5月11號這邊有中國的驅逐艦利水艦出現在澎湖周邊的海域 那這個部分國防部有沒有掌握到相關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520將近 那會不會擔憂說這個中國對台灣的施壓力道逐漸的加強 這兩題,謝謝 有關於海上,台海周邊不管是海域或空域的動態 國防部都非常密切的掌握 那這裡面特別要強調的就是 基本上台海的和平跟區域的穩定 這是有賴於區域雙方各方都必須要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 那麼國軍不是在台海區域的一個麻煩製造者 我們也不會去做任何的挑釁的行動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說明 任何這種挑釁性的舉動 對於區域的和平穩定都沒有任何的幫助 針對共軍持續性的一些軍事施壓 還有灰色地帶的稀老 那國防部都會持續按照 聯合情間針的手段來掌握當前的動態 那國軍也會因應各項動態的變化 依照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還有戰備規定來實施應處 就像說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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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